谁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今天这里就有一个 王老师要带我们看到 阿拉斯加传奇啊 这个人买鱼回家切开一看 不得了一堆石头 本来要炸锅了 蛋起嘞 居然肚子里装的是 满满的蓝宝石啊 而真正说到了珠宝之巅 不能随便收藏 为什么 沾满血泪跟诅咒的宝石 随时会要了你的命啊 珍珠珍珠我爱你 全世界没有人不爱宝石的 今天我们要把最近宝石的故事 讲给观众听 好 第一个 阿拉斯加最幸运的男人 他买了一条鱼回家 一摸鱼肚子硬硬的 气死了 因为阿拉斯加的鱼饭 有时候把石头塞在鱼肚子里面 做病 增加重量 是 秤金比较贵一点 他就很生气 想把石头取出来 一出来 真的是石头 所以是一条作弊鱼 但是 这个石头 闪着蓝色的光芒 那是什么呢 他有个朋友 刚好是宝石鉴定师 赶快拿去给朋友看 朋友看大吃一惊 蓝宝石 未经雕琢的蓝宝石 宝石为什么跑进鱼肚子里面 这就问题来了 第一个 它居然有人可以在鱼肚里面找蓝宝石 专家就说了 那鱼结石 那鱼的还有结石的 专家说 它这个鱼在矿物质很多的水里面 所以它吞石的时候 就把这些东西 吞到肚子里面 慢慢变成蓝宝石 那我就问你两个疑问 第一个 为什么其他鱼没有 唯独这一尾 唯独这一尾 目前全世界就包含这一尾 这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 鱼 鱼把这些蓝宝石 慢慢慢慢吞到肚子里面越来越大了 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我不相信这个事情 好 那我先问你一件事情 鱼身上究竟可不可能有石头 不可能 那马老师说胡说八道 你说不可能对不对 不可能 你又答错了 在中国大陆 有一种青鱼 身上真的有石头 这个石头很珍贵 叫青鱼石 青鱼石 好 各位看 这就是青鱼石 多漂亮 青鱼石很贵的 而且我跟大家讲 在大陆的客家地区 把它当作神圣的宝物 因为它的青鱼石 又叫做收金石 小孩子戴在手上 可以收金的 还可以辟邪 这个区籍最重要的 还可以纳福纳祥 那问题又来了 怎么好端端一尾鱼 一条鱼上面会有石头呢 因为一般鱼吃浮游生物 青鱼你知不知道 它不吃浮游生物 它吃什么 它吃半壳 牡蜜 这些东西 但它吃进去 不能吞下去 壳太硬了 它要把壳给压碎掉 对 压碎了碎 它必须上个跟下个 要有硬的东西 把它压碎 所以它上面跟下面 就会增生角质来压 这是它天生的 这个增生角质 基本上是蛋白质 但蛋白质变硬干燥之后 看起来像石头 而且像宝石一样 不可思议是这样来的 对 青鱼石 大家知道 现在外面卖的青鱼石 是很贵的 好 那不能只讲外国 大陆 台湾有没有 台湾最近离岛 有一个很神秘的事情 很多人最近在离岛 都捡到这种 白白的鲁白色的石头 好多人都捡到 还有一个人 他捡到两次 各位看 好 第一个 它用火烧 居然会冒烟 而且我告诉你 这种怪石头 一般这种冒烟 都是很呛的 对不对 对 它是淡淡的香味 闻起来很好闻 这是天然的吗 专家说是 龙烟香 很贵吗 有个日本渔民 在一头 抓了一头抹香精 剖开之后 你知道它里面 龙烟香有多大 多少 创世界纪录 455公斤 发达了 不用再捕鱼了 455公斤 太可怕了 龙烟香 非常非常贵 为什么这样 不是每一只抹香精 都有龙烟香 100只抹香精 最多只有一只有 这么珍贵稀有 我今天每一个讲完 我都要提一问 这我要提一问 台湾东部 虽然可以看到抹香精 但没有看过族群 所以抹香精 不在台湾东部栖息 为什么台湾东部的里岛 最近都纷纷捡到 抹香精的龙烟香 天选之地 天选之人 对 好 那我们既然讲了 鱼有这么多东西 那最有名的是什么 海螺 半壳 都会有珍珠 对不对 泰国这个男的 这个男的 起到27岁的女朋友 27岁 过生日 过二三十年 那过生日是什么 我请你去吃大海螺 大海螺 泰国吃大海螺 是生日大餐 结果你注意看 他吃大海螺的时候 居然在你里面 看到没有 这一颗 居然吃到了美乐珠 这叫做美乐珠 大海螺里面的叫美乐珠 半壳叫做珍珠 那基本上也就是珍珠的一种 对 珍珠的一种 开玩笑 这美乐珠是很贵的 多少钱 我先跟大家讲 现在号称全世界最大的美乐珠 它是378卡 它是用卡来算的 是 378卡 在越南末代皇帝的手里面 有人出价 两亿一千万台币 两亿台币 谁要买 他不买 他不卖 好 那这个世界上卖出最大的 一颗300卡 是 卖了9千万新台币 小小一颗金银剔透 老师来继续带我们看到珠宝之巅 珠宝界的王后是什么呢 就是您刚提到的珍珠啊 刚才我们提到美乐珠 对 这么贵对不对 对 美乐珠怎么跟珍珠比啊 珍珠真的是天下无价之宝啊 好 各位观众 要跟大家介绍 全世界最贵的珍珠项链 玛丽皇后 玛丽皇后 法国大革命 在断头赛场被砍头的 玛丽皇后有很多珠宝 但她的一组 注意看啊 她的一组珍珠最似 你晓得吧 由意大利的家族 这个意大利家族是 波旁家族 帕尔玛 两千两百年 都没有公开过 我现在这个又有一个疑问 波旁帕尔玛家族 是庞大无敌的家族 她为什么要把这一组拿出来卖 这是个谜 好 一拿出来卖 就全世界抢购 最后4300万美元抢购 萧生那些两百年 最近才又重新见光 4300万 就是12多亿新台币 创下珠宝拍卖最高价 我先更知道 这个价格多可怕 前面一个价格是多少 多少 伊丽莎白太乐 你知道吧 我知道 女星 她把她的珍珠项链拿出来拍卖 对 卖了1180万美金 哇 一下子被她4300万给打破 对 好 这是世界上最贵 最豪华 最耀眼的珍珠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全世界最好看的珍珠 最多的珍珠 在哪里 在哪里 在英国皇室 在英国皇室里面 对 英国皇室当然 很多人都有关系 但真正最喜欢珍珠的人 我一定要给大家 这个 伊丽莎白亿识 出来注意看 身上全是珍珠 好多上的珍珠 一个一个亮晶晶的 都是 你看 她头发上全是珍珠 围着全是珍珠 衣服上全是珍珠 而且我要跟大家讲一个 她的珍珠有什么了不起 人家都喜欢圆的珍珠 圆的 她喜欢水滴形的 水滴形更少 很滴形更少 你怎么弄到水滴形 看 她这个胸前的 都是水滴形的 你看到没有 胸前全是水滴形的 看到没有 落下来 垂坠在那个地方 然后她的耳朵上 也是水滴形的 你看到没有 她一身从上面下面 你看她这一串珍珠 你可能没看到 她一直到膝盖 哪那么长的珍珠项链呢 全部珍珠 伊丽莎白衣室几乎是珍珠狂 珍珠迷 所以她的珍珠 人家说 不要问她有几件 不要问她有几条 要问她有几盆 几盆来计算 对 而且全世界最好的珍珠 水滴珠 而且最长的珍珠 可以到膝盖的 都在伊丽莎白衣室 好了 那现在这么多珍珠 到哪去了 我跟你讲 这个伊丽莎白二世女皇 不是前一阵子 这个往生吗 是 她把34亿的珍珠 都给了凯特王妃 通通给了凯特王妃 对 好 而且凯特王妃被称赞 那为什么称赞 因为珍珠叫做悲伤的眼泪 以有上市的时候 一定要带珍珠出席 这维多利亚女王设下的 维多利亚女王 她先生过世之后 你知道她做什么事情 她穿黑衣 带珍珠 戴了三四年 结果 这个伊丽莎白二世女王 往生 移领到西门市 凯特王妃出来 大吃一惊 太得体了 注意看 全身黑色 是 身上围着装饰 一个胸针 一个耳环 对 这两个东西都是非常非常特殊的 都是伊丽莎白女王二世 最喜欢的东西 最喜欢的 这个三颗大珍珠 注意看 这三颗大珍珠 是伊丽莎白女王 73岁 在韩国首尔 过生日的时候 带着这个东西 特别喜欢 我一定要跟大家介绍 除了这三颗胸针之外 她这个耳环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耳环也有故事的吗 这耳环是这个伊丽莎白女王 过生日的时候 这个别的国家的国王送她 是 她后来当作 丹娜王妃 结婚礼物送给戴安娜王妃 哇 代代相传 你看看 看 戴安娜王妃最喜欢这个耳环 对 她过四十岁生日的时候 就戴着这个耳环 对 因此凯特王妃太有心了 伊丽莎白女王最喜欢的胸针 是 戴安娜王妃最喜欢的耳环 她戴在身上 告诉你 我是 这个王后 戴安娜王妃的接班人 好 注意看 这是 这是伊丽那一天 这是那个 上礼 国上那一天 注意看 耳环还是戴安娜的耳环 突然间换了一个四成项链 哇 这个四成项链更珍贵 我告诉大家 看这四成项链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这个是吕王最爱的项链 为什么 吕王在他2017年 他跟菲利普亲王 结婚周年纪念日 他戴了这个 后来菲利普亲王 我已经讲了 他们上礼的时候 一定要穿黑衣服戴珍珠 你晓得菲利普亲王 就是吕王的先生 往生的上礼上 吕王戴什么项链 哪一条 就戴这一条 哇 意义深远 就是传承的意思